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包括洛县灾难的许多县里面 COVID-19的收集会因为种族 族裔和社会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差别巨大 因此仅仅参考一个县整体的参售 则略选不足 我们还需要参考因种族和族裔的差异 而居住地点的差异及获取资源难易难易程度的不同 来加以参考 因此州政府将这种差异及各县为苏小这种差异所做的努力 也作为一个参售添加到租的数据库中 过去的数月落线致力于分析并缩小了COVID-19 各个不同族裔和各阶层带来的差异 我们将不同族群的病例住院人寿死亡人寿对公众所做的日常报道 我们找出其中的差异并跟踪我们所做的努力的结果 一会儿我和大家会介绍 周政府的踢层系统 我们很高兴周政府将平权因素纳入其踢层系统 周政府采用加州地方卫生指数 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机会 来跟踪那些缺失支援缺乏公共卫生的人口区域 这一指标通过计算一个县内的那些不富裕的区域的呈阳率 与整个县范围的呈阳率的比较来确定一个特定的衡量标准 一个县要进入下一个较宽松的阶段 必须同时满足周政府的呈阳率和病例率的标准 落县要进入下一个梯层 即红色的梯层 就必须满足呈阳率低于7% 和每10万人中每天新增病例不超过700 或每日新增病例不超过700人 落县现在的梯层 落县现在所处的梯层人仍在第一梯层 即最严厉的梯层 因为落县修正后的每10万人中的病例为7.4人 我们的两组呈阳率都符合第三梯层的标准 前线的平均呈阳率为2.8% 而贫困地区的呈阳率为4.6% 尽管我们两组呈阳率 及富有地区的呈阳率 或贫困地区的呈阳率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 但这一差距 人不妨爱我们进入下一个梯层 与南加州大部分其他林县比较 落县在呈阳率的差距算是第一的 反而我们进入下一个梯层的 是我先每天平均700到800的新的病例 恢复数据 首先我们看看我们跟踪的各项参数 看看我们是否减缓和控制了新冠病毒的传播 每日数据图 这张图显示从10月份开始的每日数据 从该头可以看出 在过去的6个月中 什么时候每日新增的病例出现了高峰 现在的每日新增病例重新回到了4月底到5月初的状况 即我们第一波重启之前 每日新增病例不到1000的情况 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通过保护工人 佩戴面罩 保持6英尺的物理距离 勤于洗手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减少传播速度 尤其当我们重启更新更多行业时 成阳百分比 成阳百分比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社区传播 并且是一个先期性的预警指标 可以预示什么时候病例开始上升 这个指标代表了有多少病毒在我们社区里传播 这张头表示从9月的第二星期开始 我现在成阳百分比一直保持在3%左右 我们知道这一百分比在3%已经停留了一段时间 我们希望这一百分比会持续下降 每日新冠患者的重要人 重要人数这张头表示了 这张头显示洛杉矶县内的所有医院内的 因新冠病毒住院的人寿 这个指标现在告诉我们 我们医院的承担能力 也告诉我们居民新冠肺炎严重的程度 该头告诉我们在过去的受诸内 住院人寿稳定在每日不到800人 从7月的每日2000多下降到这一数字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一方面代表治疗新冠的医疗水平的提高 数量的住院日期或时间 另外一方面 说明年轻人生病的比例越来越多 他们相当于年长者住院的时间 比较相对来讲比较短 新冠病毒每日死亡人寿 我们来看一看 最后我们要看看新冠病毒每日死亡人寿 尽管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使用了最好的医疗资源 但仍然有不少人因新冠病毒失去生命 这是悲剧 时刻提醒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有减缓病毒传播的责任和义务 该头显示之7月初 每日死亡病例从8月底的每天30例到现在的每日15例左右的死亡 这期间每日死亡人寿一直在下降 我们期望随着住院人寿的下降 死亡人寿也会随之下降 这是一个很鼓舞人性的消息 我们十分高兴 每天的死亡人寿都在下降 下面我给大家更新每日简报 很不幸我们又有30人因新冠病毒去世 其中9人是80岁以上的长者 在这9人中有7人患有其他疾病 11人的年龄介于65岁到79岁之间 其中7人患有其他疾病 5人的年龄介于50岁到64岁之间 其中4人患有其他疾病 2人的年龄是介于30到49岁之间 没有其他疾病 长滩市有1例死亡 Pasadena市有2例死亡 有关资料可在长滩市或Pasadena市市所网站上查找 这样诺县总死亡人寿就达到了6709人 当我们每天看到这些数字 我们知道诺县有很多人都在经历悲痛 因为他们的亲人在和他们的挚爱 始于新冠病毒 今天我们新天1645例 这是至8月22号以来单日最高的新天病例 当然这一出现这样多的病例 还不能代表趋势 所以我们仍然在严密的监测之中 这样洛杉矶县病例的总数就上升到了277,445 这包括长滩市的12,180例 或Pasadena市的2631例 这两个市都有独立的卫生部 新冠病毒确诊的病例中有1846例 来自于无家可归的人群 现在新冠病毒患于患者的住院人寿为696例 其中28%的人数住在加护病房 有15%的病人使用了呼吸机 我们对1926个大型住宅和非住宅机构 进行了调查 这些机构中有至少一个已知的新冠病毒患者 其中393个人在调查中 1533个已结束了调查 机构确诊病例的总数为35731人 其中居民为18002人 员工为17729人 我们很沉痛 因新冠病毒去世人中 有2900人是来自机构住所 而其中2602人又来自于熟练护理机构 在今天新天的27例死亡人士中 不包括长单市和帕萨迪娜市的 有6人来自于熟练护理机构 所有监禁场所的确诊病例为3798人 其中3340人为囚犯 458人为员工 加州监狱里有257例 其中193人为囚犯 64人为管教人员 联邦监狱有759例 其中742人为囚犯 17人为管教人员 少年管教所有158人 其中72人为囚犯 86人为管教人员 这样落线有超过270万的居民 进行了新冠病毒测试 并上网了测试结果 其中9%的测试呈阳性 我们离大选 不周一个月 我们想简单地谈谈 在疫情期间如何安全地行使 你的投票权利 我们很高兴 我们每个人都收到了邮寄的投票单 这样我们就可以再加安全的投票 并且不需要花费邮票就可以寄出 这是目前最安全的投票方式 如果你执意要去现场投票 我们的投票站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来保障你和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 我们正在和投票登记部门紧密协商 以保证每个投票站的安全设施得以完善 有些投票站大显示之前10天就会开启 而另外一些则提醒5天 投票就像我们在疫情期间 做的任何其他事情一样 我们都需要事先计划好 尽量大量地保证安全 如果你患有其他疾病 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 不管是通过邮寄投票 还是去现场投票 都要尽量争取降低你被传染的风险 那是今天结束了 谢谢